大家好,我是Ocea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终于解封了 然后今天已经有第一班从新加坡来的国际航班 你们见到我的标题就知道嘛 我们今天要出去玩的啦 你们今天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来跟我一起去看星星 那我之前已经做了很多调查了 东西写也挺多的 但是嘛,来年又来年的方法啦 你们只要下载这个Skylife的APP 在上面就能看到那一个晚上 是不是适合去看星星 是不是很方便呢? 开车去是阿门徒师看星星? Let's go! 我在拍摄吗? 是! 好日子,大家! Ocean 问我来拍摄,因为他想拍摄 所以这是我的拍摄 我们没有睡在三天,我很累 哈啰 去看星星! 好日子,Aisex 早晨晨晨晨! 好日子 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去看一下我们有... 吃冰麒麟,走 外面有没有星星 等等再吃冰麒麟啦 亲们的看星星 因为天是太暗,我也太专注于走路了 所以现在就由我来解释吧 我们不太知道应该要在哪里看星星 所以就去了小镇上想问一下有没有介绍的地点 然后Isaac就被钓鱼的人吸引过去了 这里的情况就是一个本土的小哥哥很想抓蟹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大家都过来围观了 然后就随便拍了一张照片 这里的确看不到很多星星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你可能会问那我在IG上看到的图片是哪里照的啦 哎别着急,现在就讲嘛 过了一波三折 又是国家公园没有开门啊 又是半路上差点撞到小动物啊 反正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叫Pyramid Rock的观景台 我说了 哈哈哈 这里真的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啊 基本上看不到前面的路 所以大家务必要带上比较强的手电筒 如果用电话的话就是这样子了 什么? 普通的手电筒就是这样子了 好一丢丢但是还是看不到东西了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我拍到的夜空吧 这不是很浪漫呢?你不用回我 回到正题 你的确需要一部相机和一个三脚架 我这次用的是Canon的M6 Mark II 直接打开手动模式 把快门调到最慢就可以了 我最最慢是30秒 然后用手动的对焦 就是那些星星啦 对焦就行 实际操作就是看着屏幕里面的光点 如果你是用自动对焦的话 因为是红外线对焦 所以基本上是相机本人会对不上焦 就是拍不到东西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来到这里啦 我发片的日子应该就是我大学考试的那一天 所以就为我加油吧 拜拜